团阶政府再次举办内阁干训营 以讨论推动国家经济新方案 首相杜斯里安华指出 和上一回不同的是 政府这一次邀请来自国内外私人界的专裁提供建议 是的 政府希望即使广益改善现有的政策 同时也以开放的态度 接纳所有的意见批评或新的倡议 力求让市政方针更上一层楼 要求我们的目标 从昨天开始 为期两天一夜的干训营在赛程举行 安华刚才在记者会上透露 这次的专家团大部分是马来西亚人 只有其中一两位是国外专家 首相秦荣这次的讨论非常的全面 除了经济问题之外 还谈到要如何提振国内外投资 减少繁文入节 也聚焦教育课题以及人工智能趋势等等 安华也促请各政府单位 必须以团队的姿态出发 提升服务素质 同时说明 这次的干训营不只是光谈计划 也要确保执行的力度到位 请不吝点赞通知的号研究